音樂 公道片 Cut 為什麼 妳現在被逗嗎 他像武則天 我像小太監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只要動他一眼 他就屁的不敢放 現在 現在 對我來講就是 現在是紀錄片 就是那種 你知道嗎 現在還把你留在這邊當太賤 你就應該開心 你知道嗎 金手喜劇 講完頭髮要回家的時候 我們就進電梯 我說 刷一下電梯卡 他說 我沒帶鑰匙 我說你沒帶鑰匙 那你剛剛怎麼下樓的 他說 哇 二十幾樓 是不是很驚悚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是生長在一個 有班長的家庭裡 就是一個 我有 真的 真的需要 一個狗力 一個動作 不然就停這樣 好危險 對 真的 不要動 說 你什麼臭子 對不起 我頭想了 把你的頭轉過來 轉過來 轉過來看著我 告訴我 你要 幹什麼 老婆 你知道嗎 你已經兩天沒有給我零用錢 然後就上班 我口渴 連想要買一瓶小瓶的養樂多 都沒有錢買 你是不是都忘記給我錢了 你也拜託 你只不過就要個零用錢 你講就好了 演到別人家真的很愛演 拿去啦 買大瓶的養樂多 不要再這樣 煩死 謝謝女婿 再見女婿 我愛你女婿 好大幫喔 我只想找一百塊給我一千塊 有錢有錢有錢了 你一定要替小的做主喔 什麼啦 你知道嗎 我一個好朋友小亮哥 他跟我說 他老婆自幼傑 買了一台最新的遊戲機 給他那個TS5 哇 很好玩耶 結果他跟我說 哼 阿強 你們家這麼閃 我看你們母 沒這麼愛你 我可能買給你了 好娘娘 你替我小的做主 我明明要證明你很愛我 你會買給我的對不對 你沒想過了 沒想過了 老公 我對不起你 我今天讓你吃到這個火 還可以去新生八老的生活 你這樣要這麼困難的賺錢 結果我們還是那麼的窮 我今天沒辦法讓你 才去小亮哥 一樣 有遊戲機可以搭 可以跟別人一樣 去吃很高級的餐廳 不能像別人一樣一年出國三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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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懂了 你相信我 從今天開始我要努力打拼 出去賺錢 我發誓 我絕對 絕對讓你過最好的生活 我要買大的房子給你住 我要帶你去最好的餐廳 每天吃牛排 阿 阿 還有 我以後一年要帶你出國三次 讓你享受最好的生活 老婆 你答應我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給你最好的生活 我現在馬上就出去賺錢 我愛你 我也愛你 你也太好了 這樣演得很累 什麼 蛤 你要跟我演 你要想想我是誰 蛤 什麼 贏后 是贏后 贏后 拜託 一 什麼出國三次 你有知道的 你給你祖母一天三次的 氣死我了 看一個電視要插死 大家常說呢 這個人生如戲 但也有聽人家說 你根本就是把婚姻當兒戲 對 你怎麼去形容你的婚姻呢 如果說你的老公很浪漫 我會跟 我會說 我可能是一個 浪漫的愛情片 喔 浪漫愛情 那你 像你說Paul他們好了 跟咪咪 他們好像差不多說 一天三次我也不知道這個 假的 一天三次 我們就說它是 愛情動作片 那你呢 你覺得你的婚姻是什麼片 什麼 疑問不是愛情文藝喔 因為智希呢 譬如說我們在吃飯 他就坐在我對面在吃飯 他突然就看著我 你在幹嘛 我在吃飯 天啊 但我後來慢慢catch到他 他只是想要跟我有互動 我們平常也有很多話聊 但他就是只要停下來 他就會 你在幹嘛 我在上廁所大號 突然門就會打開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好可愛喔 這種感覺也滿不錯的 這種疑問 就是很多問題這樣的互動 反而是一種情趣 真的 一個女人對你一直有好奇心 這是很讚的 對 那今天我們來了兩對婚姻的男女主角 是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 對於她們的婚姻 她們認為她們的劇情是哪一種類型的愛情片 我也好好奇喔 來 歡迎兩對 歡迎 歡迎 小姐 你們夫妻在一起幾年了 我們認識七年結婚 然後我們結婚結婚幾年 二十六嘛 那有個 有二十八嗎 二十八年 那就三十五年了 對 你們就三十五年 我三十五年的歲月都在這個人身上 對 我還零星 真是 真是不幸 幹嘛這樣 你們私底下有沒有一些比較親密的那種小暱稱 我都稱呼她親愛的 老婆大人 不錯 她都叫我大概 我老爸 老爸 老爸 死老頭 她有叫你死老頭嗎 我老爸是親親的時候 她也滿親密的啦 生氣的時候就是死老頭 喔 那Terry這邊呢 你們都要怎麼互相稱呼對方 年輕的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 謝謝我 她剛剛才翻給我看 我天哪 我以前會講這種話嗎 我們都叫她呆呆或是笨笨這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那個海外認識的 然後呢因為我就是一個 一路就是一直辣東西的人 所以她都叫我笨笨 然後她那時候剛睡醒那樣子 都呆呆所以我都叫她呆呆 好可愛 對 現在呢就是直接 他聯名代謝的時候我會害怕 大哥你幹嘛直接叫名字 沒有因為她 線條真的很粗 大概跟大象的腿一樣粗 你們的婚姻幾年 我們其實算認識四年 然後結婚九年 大概十三年 那如果說用一個類別的戲劇來說 你們會是你們原本希望的 噢 幻想夢想的 當然是韓劇啊 韓劇的韓劇也有恐怖片 韓劇的浪漫忙屋 浪漫忙屋很浪漫 因為我們的相遇其實是很浪漫 我們在海外認識 就那時候密切工作 因為我們海外巡演一個月嘛 只是在台灣我們彼此不認識 因為他是歌手是綜藝 我們是不同工作領域 然後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就相處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很孝順 然後唱歌又很好聽 那時候他在撤台的時候 我會很沉醉他的歌聲 然後到第三站的時候 我就鼓起勇氣 電梯只是像我們兩個 大家都不在了 趁這個時候 我就右手給他壁咚下去 然後左手按著那個關門鍵 唉唷 不讓電梯打開 天啊 然後就給他親下去 按著那個關門鍵 但你也讓他親 表示你對他也有好感 你沒有反抗 也有喝一點點辣 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然後那時候又沒有男朋友 你知道就是 好像還不錯這樣子 這次是滿浪漫的 那小燕哥你們這邊 原本幻想 因為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 她像是個小女生 我認識她的時候才十九歲 那那個時候我在秀場 還小有成績 身邊也不發很多的美女 美女 那個年代是這樣 那我跟她在一起 我就覺得 我就是 她就好像我的 博王 卑女 差不多這樣很快 真的 因為我們在秀場 拉鍊或者是什麼問題 或者服裝有什麼問題 她是可以馬上幫你解決的 她會把你準備好吃的東西 水果 是 哇塞 那種感覺 為什麼不請個助理請個庸人 就好 不行啦 助理不能陪穗你 她在 對 對 蝦王 蠻好的 所以 在那個過程 我就很享受這種感覺 然後就覺得這個小女生很棒 各種條件都很好 我覺得 嗯 我就是個King 對 有人伺候我 King啦 你聽聽喔 你批你喔 沒關係 還有很恐怖 剛剛亮哥講的宮廷劇嘛 是啊 現在是什麼劇 就是她是國王 她是皇上 然後旁邊有個卑女 在伺候著她 好像唐太中 唐太中 唐太中 對我來講就是 現在是紀錄片 就是那種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你知道嗎 因為她扔了就有點可惜 然後現在其實有點像 陪睡跟病桌的感覺 病桌 對啊 病桌那玩她的手機 忙我的事情啊 那菜來就一起吃而已啊 你反正你就沉浸在你的抖音 我就沉浸在我在回我的訊息 這樣子 小亮哥 那你現在覺得 你當初的宮廷劇 現在變什麼劇 什麼 公開 為什麼 你現在被逗嗎 你現在被逗嗎 對 還好好的 這個應該這樣說 以前我是King 他是像 對 那婚姻到現在啊 改變了 為什麼 為什麼變化這麼大 對變化怎麼會這麼大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現在 現在 因為慢慢的我年紀大了 這個 從我這個 六十歲開始 我就不開車了 因為我的眼睛也不好 然後 我沒有車了 一直要靠他 對 到哪裡 一定要拜託他 有時候 有的地方沒捷運 就要靠他 對啊 老婆你帶我去哪裡啊 我是司機 我是司機 對 我的拜託啊 對 比如說 這樣走比較快 他就 因為我在開車 你影響我的思緒 你知道嗎 但以前你會 他罵你 他會說這樣走 你就 你就走啦 對啦 以前會照著他的方式 但現在時代不一樣 路改變了 然後路權 我有開車的權利 我有路的權利 你是坐車的權利 坐車的人就應該閉著 你就是大人了 時間要閉著 我跟你講 自從他當了購物專家之後 接觸了很多新的事物 對 那我的進步 平常來講 沒有他那麼快 因為他接觸新的東西很快 所以不懂得趕快請教他 對 他就慢慢的 就要問他 對 小孩事情要問他 小孩子生病了問他 那我都不會 是 那你就問個別人啊 但有一點你很會 對 我也記得有一次 自由姐來講 他好像要 你們可能要去慶祝一點什麼 結果你快點帶人去吃牛肉麵 你怎麼會帶去吃牛肉麵 原本應該要吃牛排的 是啊 你們不要誤會 那個牛肉麵也是很貴的牛肉麵 那個不浪漫啊 我跟你講 對 那家牛肉麵啊 平常是大排長龍 而且因為他只有 你們該不會要浪漫 還去排隊吧 是一定要排隊的 排隊 排隊 老婆我帶你去浪漫一下 所以我在那邊排隊 去排隊還是我排 他就站在旁邊滑手機 等我排到 然後就進去吃 因為難排隊你就要吃很快 你知道嗎 對 所以那個過程哪有什麼浪漫 你跟我講 那個牛肉麵真的很好吃啊 那是老套餐才會吃啊 沒有 這樣講起來我講真的 剛剛亮哥說是公豆片 只有姐說是紀錄片 對 我覺得 什麼片 比較像紀錄片 是不是 是嗎 沒有我覺得是詐騙 我叫你陪你 你比誰還會撞一點點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是 你們一個很浪一個很慢啊 他是真的很快 總也就會這樣子啊 那TERRY這邊 你們覺得你們現在的婚姻 像是什麼樣類型的片 驚悚喜劇 驚悚喜劇 這是兩個落差很大的劇情 驚悚的部分是應該我們有第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因為他之前就是說 真的線條很粗 妄動妄兮 只要他去路過影的電視台 都會有掉他的水壺啊 不是喔 雨傘啊這樣子 就常常都會掉這些小東西 那我婚後就說 我們有小孩了 你可能要稍微酸緊一點點啊 不要再這麼的隨性 對啊 你小孩帶出去沒帶回來 有點怕怕 就開始有點驚悚的感覺 對 一個眼神過來就會怕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三個人 就是三個人 然後帶小朋友去 你幹嘛解疤 然後想要去宜蘭梅花壺玩 然後中間有個小鐘島去拍個照 那時候我小兒子 大的老大那時候才六個月而已喔 六個月而已喔 他做了一個舉動喔 我魂快飛了喔 他把那個小朋友 有那個小吊橋有沒有 吊橋上面是不是有個那個扶手 對 他結果要把他放在上面要拍照 哇 然後在那時候 該不會是想要把他放在上面 這邊只要坐好 然後你離開幫他拍照吧 沒有離開 那六個月還圓潤 他都沒辦法坐 他說哇 這邊好漂亮喔 我來拍照啊 弟弟 然後我說 我說你幹嘛啊 我就馬上去整個抱下來 然後我想說 哇天啊 那個萬一如果不小心下去就 就下去了耶 對啊 對啊 很恐怖耶 對 就算我是救生員 也來不及救耶 是啊 因為六歲小朋友根本還不懂 對 這是第一個小朋友 已經很驚悚了吧 對 然後第二個小朋友就 因為我們住二十幾樓嘛 小朋友小時候不敢剪頭髮 那我在一樓的髮廊剪頭髮 然後我想說那不然先帶他下來 看一下爸爸在剪 然後我想說奇怪 坐電梯門禁卡下來走個兩分鐘 也就到了 過了十幾分鐘還沒出現 後來過了十幾分鐘之後 二十分鐘出現了 哇 滿頭大汗耶 然後我想說媽媽辛苦 因為他把背在前面嘛 第二個背在前面 撿完頭髮要回家的時候 我們就進電梯 我說欸 刷一下電梯卡 然後我說我沒帶鑰匙 我說你沒帶鑰匙 那你剛剛怎麼下樓的 他說他把弟弟背在前面 然後走樓梯下來 哇 二十幾樓 我從二十二樓走下來 走樓梯下來 你們沒有鑰匙不能搭 對 因為電梯有門禁卡 而且小孩在睡覺 我又怕吵醒他 所以我就是慢慢走慢慢走 就走很久 欸 你這個神經很大條耶 超大條的 是不是很驚悚 那你會後悔當初畢咚他嗎 那會嗎 來不及囉 現在第三胎在對子裡面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我們家真的是 因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原住民家庭 非常非常非常的樂天 然後也很隨興 然後這些想說 啊 沒關係啦 下次記得就好了嘛 真的 我跟你講我岳父有多可愛 你知道嗎 生活上發現事情 他都可以用很幽默的方式去解釋 對 電視機壞掉 啊沒有啦 電視現在白內障啦 看不到 然後那個冰箱壞掉 他說沒有那個 冰箱的引擎現在心臟衰竭啦 沒有那麼冰 對對對 就是都用這種很 很有趣耶 對 我覺得丟鑰匙這些都是小事 哇這個個性好 這我喜歡只有個個性 對 太棒了 是不是 我們可以交換一下 欸 你賠了錢嗎 你賠了錢 你是不會開車喔 你不要開車喔 你不會開車喔 你會找不到東西 因為我也找不到 像他剛剛講的這樣 我就是一個非常隨性的人 但是認識他之後 生活就是任何事情都有條有理 然後包括教小孩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是生長在一個 有班長的家庭裡 就是一個 君教片 其實你那麼ㄎㄧㄧㄧㄥ 你是滿需要受到君事教育 真的 真的需要君教片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不然你真的 對 就是像 特別是吃飯的時候 如果我們常常 因為吃飯是每天 要坐三分之一板凳 就是不能亂坐啊 你只要一不小心被他的眼睛看到 他就直接打下去說 你的屁股是歪掉是不是 他就會針對小孩 真的耶 教育班長都是這樣子 而且他也不喜歡小朋友 就是在翻菜 然後吃飯的時候要一碗就口 沒錯 他甚至就是訓練小朋友 要用筷子這件事情 他就說 那個今天你就把這一盤花生 夾完 然後那天我回家下班的時候 已經十一二點 晚上十一二點 小孩子沒睡覺 燈開著在夾花生 我說妳在幹嘛 妳說我都脫蜜蜜頭了 爸爸說 要把這一盤花生剪完 我才可以睡覺 好嚴格 然後他爸爸已經在旁邊睡覺 還打呼了 真的 我想說妳這樣已經錯過小孩黃金 妳都已經睡著在打呼 但妳兒子還在練夾花生 還在夾花生 妳看他因應有多大 一般小孩子一定先偷懶 幾點就要睡覺了 他還在長 因為我現在磨練他的耐心 因為現在小朋友耐心 大概三分鐘吧 所以妳在練的 不只是練筷子 也在練他們的定性 對 妳看 結了婚以後如果有小孩 哪有可能一直在演浪漫片 軍教片就會出來 那像 對啊 那像妳們妳看 結婚這麼多年 妳有沒有還有哪一些習慣 但是妳們彼此都覺得 我還在習慣中 現場兩位太太 兩位老婆們 我們給妳們一個權利 老公如果今天講的話 哪一些是比較不中聽的 聽得刺耳的 手上搖晃器就不要客氣 好開心 因為先生的身上 都有帶了一個 這個低波的電流器 是的 這個是幫助妳身體血液循環 對 就是幫妳按摩 幫妳按摩的 我們不是都在說 腿在爪妳就缺人電 缺人電 你缺人電 你缺人電的時候 代表妳說的話 他沒想到他在聽 是啊 我說得很注意 是啊 那像 對啊那像妳們 妳看結婚這麼多年 妳有沒有還有哪一些習慣 是妳們彼此都覺得 我還在習慣中 比如說她以前 蠻胖的時候 剛剛妳就不會講蠻胖嗎 她之前有一段時間蠻胖的 是 她是現在瘦下來 胖的時候呢 就是想減肥 然後她就看到別人吃 欸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叫什麼 叫我不能吃 欸 欸 欸 好 好 我說 好 我說 欸 不然妳也稍微控制一下 我說過 不能吃是為妳身體健康 對嗎 那時候她 她實在是胖 她就說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叫我不能吃 那我想 妳的體重都比我重了 妳這樣我不能吃 好了 瘦下來以後 她什麼都吃 欸 她胖的時候她什麼都不能吃 啊 瘦下來她什麼都吃 那妳能不能吃 她什麼都能吃的時候 妳能不能吃 我還不能吃 我還不能吃 妳還是不能吃 我還不能吃 還有一次 這個 看到一個女生穿了一件 譬如說 可莉姐妳穿的那個衣服很漂亮 可是她的看法就不一樣 那個身材穿亮的不行啊 很難看啊 這樣子還 這種身材還敢穿什麼衣服 不到三天 她買了一件跟那個差不多的衣服 是嗎 她穿起來了 那人同嫌我半死 結果 妳想說 我為什麼不能買 我花很多錢 為什麼不能買 可以買 妳想說那身材差不多嗎 妳嫌嫌就妳也妳 我為什麼不能嫌 嫌一下有關係嗎 嫌一下 這是討論不是嫌 那不是雙標嗎 沒有 是說她這樣搭配 不見得好看 我覺得無過我來搭 對不對 對 她穿不穿 我穿好看 是不是我們就回來練習搭配嗎 對 所以妳懂嗎 妳這樣說我就表示 妳一定 喂 不小心暗道 小燕哥 妳好像說 冤枉馬大 她好愛讚美別人 我跟妳講喔 她這樣跟別人講話 她說妳看人家就可以好好講話 那個人好好講話 跟我哪裡 趕快電她 姿佑姐 臭嘛 我們來姿佑姐 換妳來講小燕哥 她有什麼地方還需要妳 還在試音當中的 她什麼 像我們帶個小孩 其實小孩小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以小孩為主 真的 妳知道嗎 我們對那種遊樂園是 我們又會暈眩 然後又怕高 所以我們都沒有 對遊樂園好玩這種事情 然後那時候 她是她要去香港的迪士尼 那時候剛改好 她就非要帶我們一起 跟她去迪士尼 那我們三個就 什麼都玩不了 然後又很害怕 然後她一個人玩得很開心 就很抱苦妳知道嗎 然後陪她在那邊排隊 然後兩個小的 我又要拎著 然後我們也不是很敢做 然後做完 每個人又是暈頭鑽箱 又要吐 然後她就一個人很舒爽這樣 她就是很自私 用她的想法 就覺得小孩很愛玩 所以她要把她走完 這個過場妳知道嗎 走完其實我現在問我兒子 我兒子到現在對樂園 她還是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長大了 對 三個月前去香港的迪士尼 那因為我兩個小孩 已經很大了 我們真的到大門口 拍完照 看到那麼多人妳知道嗎 我們四個人呢 轉頭就走了 就拍照 連進去都沒進去 拍門太好了 這裡就證明 你們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 對 因為她 說你們都不進去嗎 當我們都走了 要走到那個坐地鐵 她說不是要進去嗎 我們三個頭也不回了就走了 她就跟來 我說我們決定去Outlet買東西 蛤 不要去嗎 她還在猶豫 她以為我們吃完飯會讓她去 沒有 我們就突然沒喝咖啡 唉唷 沒辦法 妳這裡聽人的 妳三個沒 我就算了嘛 對啊 翔哥你們這個家庭呢 我覺得你們的婚姻就是 你現在要多適應 真的 我這個時候一定要適應 你看再不適應 我的手又抖起來 我看你循環 Herry 美琳 你們現在互相還沒適應 還正在適應的事情 有什麼 我現在嗎 我現在其實還在適應她的碎唸 因為其實真的沒有一個人 可以忍受就是 自己的另一半 另一半很會念這件事情 像年輕的時候就是 就是碎唸我 你鑰匙 你看鑰匙又不見 你為什麼不把自己弄丟算了 這種的 然後有了小孩之後 開始念小孩的規矩 然後再來這些都 我覺得這些都算 因為我就是自我調適的滿好的 對 有時候她逆念 我就嗯好啦 對 我就會順著她的話講 可能這邊聽一聽這邊出去 我還滿能 就是調適自己的 但是殊不知呢 她連她的母親大人 也就是我的婆婆 她也會念唷 她會說 你今天早上吃什麼 關心她呀 對 她的念都是 出發點都是關心 然後她就會說 你今天早上吃什麼 然後她說你早上吃了什麼 然後她就說 我就吃那個早餐店三明治 然後她很可怕 她就會去把那個垃圾桶打開看 有沒有早餐的袋子 然後看她內容物吃了什麼 那我覺得這些 真的都是她的 她的出自於她的關係 因為我婆婆她有三高 所以她很care她 就是如果亂吃東西 因為之前婆婆還沒幫我們 帶小孩的時候 她在老家真的都是亂吃 可能就是一個饅頭 然後配醬菜 或是 那沒有營養 鹹稀飯 然後什麼配菜都沒有 然後蛋白質的攝取也不夠 所以她搬來幫我們顧小孩之後 其實也是跟著顧她的身體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你其實你的關心 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表達你的關心 但是有時候 我如果說要反駁 有我自己的立場 她說 你現在是怎樣 然後我就 我就不敢講話 所以就是 我們其實在家裡 都蠻尊重她的啦 對 對 所以我真的很容易 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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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 用心說好話 媽媽的部分 因為我真的 喔 沒有 我擔心她的那個三高 因為有時候她真的血糖 突然嚇起來的時候 她會血糖暈啊 她之前真的有這樣昏倒過 這樣蠻危險的 對 所以我很在意她的吃 小朋友的部分是 我雖然沒有女兒 但是真的 她像我的大女兒一樣 就是 怎麼樣 祖靈 祖靈現在在你的肩膀上 是 今天是兩個男生啊 對 第三個也是男生 對 哇 我現在肚子裡面 這個也是男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就 可以有一個人 有怨念 有怨念 是不是 好 冷靜一下 我先聽你講完 先聽你講完 你今天不會來泄憤的喔 對啊 蠻好玩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是出門 真的會很像 帶三個小朋友 喔 對 真的帶三個小朋友 你今天要帶四個小孩出門了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哪里三而已 她每次點餐 有時候我們開車很貼心 貼心 就是會停車先讓她去點餐 然後她 我就停完車之後再回來想說 兒子肚子餓了 她點了趕快先吃不用等我 結果她回來的時候她問我說 我還沒點耶 然後兒子說 爸爸我肚子好餓 我說為什麼 她又說 因為媽媽不知道要點飯 還是麵的主食 妳說有空嗎 她只是選擇 尖愛想尊重妳 然後我就會開始念 如果都要先跟她問好 我就會開始念 我就會說 我剛剛不是Google查給妳了嗎 我不是把那個菜單截圖 拍給妳了嗎 妳剛剛路上的時候妳應該就要 語氣的部分 有那種電影這樣 妳們平常 妳們平常私底下對話的時候 Terry對妳講話是用一種 就像剛剛講的 軍教片的班長的方式 在跟你講話 對啊 在車上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 等一下下車妳就先點什麼什麼 語氣很重要 對 語氣很重要 但妳都能接受嗎 對 不得不 也沒辦法 沒辦法對貨了 就是我比較直一點 但我希望都是為他們好 因為他真的 有時候他的步調太慢了 我自己是習慣很遵守交通規則 但為了要讓他們下車 有時候我們會稍微並排停一下 然後後面有車要經過 我說快點快點後面有車 趕快下車 對 然後他就是那種 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再幫鞋子穿東西 可是如果後面是一個 脾氣比較不好的人 就幫妳拔下去 也是 對 所以因為看到我們可能有 有蹊小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快點好不好 快點 快 快點 不好就是說 妳剛剛是用這種 妳是用這種太過程的講話 好像被電到是不是 可能他的個性 妳是必須要用這種語氣 他比較 只能能夠催促嗎 對 因為我如果很溫柔的話 他就會慢喔 他本來就慢了 對 我就說沒關係 不用急 他就不會急囉 他就會很慢喔 那妳們有因此而爭吵過嗎 其實妳都知道說他個性那麼強 我感覺不太會跟你吵架 對 對不對 我都不會吵 我都用行動的 這支喔 看他怎麼會把你拔掉 我可以買下來 妳這樣 妳這樣是怎麼說 我已經暫停了 暫停了 我後座力那麼強喔 竹林 竹林的後座力這麼強喔 這個真的很強 我們騙妳 這真的很強 人家到這裡都要抖了 妳剛剛還要不要見 消除疲勞 會流汗 電療 我讓妳好好說 因為他那時候第一胎小朋友 然後就整共增重了17公斤 生完小朋友之後 他接了一個代言的產品 必須要三個月要把他17公斤瘦掉 那因為我本身又是教練 那我想說 不行就一定要在比較激烈的方式 就運動搭配飲食 但因為他認識我之前 他是完全沒運動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去跑步機上 就從五公里開始跑 跑到十公里 是人嗎 對 然後就是大概跑一兩個小時 然後因為我們家是二十幾樓的大廈 然後我想說要讓他下半身 趕快緊實收回來 然後我想說那我們就從一樓爬到25樓 然後再坐電梯下來 再一樓爬到25樓 爬個四趟 這方式是對的 因為上樓梯是健康 下樓梯是傷膝蓋的 對 然後就當爬101這樣子 其實到大概第一個月 他已經掉了45公斤 我就覺得成效滿好的 但是他就沒有表情 就是那陣子他就變得有點憂鬱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孕媽咪的 憂鬱兩表 沒什麼時語 沒什麼情緒 算完蛋了 老婆是不是開始有一些憂鬱的傾向 對 然後連他飲食上面 我是用我之前那個健身的減脂餐 給他吃這樣 就根本也 我跟你講 連牛肉麵 連麵都沒有啊 牛肉 不行啊 這樣營養不夠 可是後來就終於在三個月之後 他真的健康的瘦掉17公斤 哇 把這個工作接起來了 但那時候他就開始那個月 不是 他跟我吵架我就算了 是他不跟我講話 他回到家不跟我講話 你說也成功瘦了17公斤 工作也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但你還是不跟他講話 因為那個過程 氣恨 真的太痛苦了 氣恨 我後來問他 我才知道他是把我當運動員在操的耶 你不要這樣 你這樣 等一下 好好看喔 小燕哥 我好想看你戴脖子 不要啦 小燕哥不贏 不要 小燕哥不贏 你怎麼說 確實啦 真的 真的嗎 因為他說老實跟你說 我這個菜單真的是否就是運動 就是在那個訓練運動員的 他不這樣做的話 你也沒辦法在那短時間瘦17公斤 三個月瘦17公斤很難耶 我只能接受 但是真的心情很不會 但是還好就是那個工作結束之後 他說好啦 之後你要吃什麼就隨便你吃 所以包括我第二胎 他也不太管我運動 但我自己就會節制 然後會去運動 對 對 亮哥 陳師佑姐 你們有沒有什麼 在一起那麼久 有沒有因為什麼事情 冷戰 有 當然生活當中 冷戰是跑不掉的 有一次冷戰這個是 平常你講是錯誤是我沒有錯 我那些朋友他們就是這樣 一個晚上出去沒有刪脫 他不會放你回家的 一定跑不掉了 我以前這樣喝是沒問題的 現在年紀大了 過了60歲這樣喝是完蛋的 很快身體就掛了 朋友也把我送到 送回家 那我家是老公又要爬四樓 我的心臟已經快受不了了 那一回到家 對 哇 好累了 吐了 回房間就吐了 吐了我自己一身 吐了我們家地板也一身 一地啊 他在睡覺嘛 蹦到跳起來了 天啊 看了我這樣子對不對 那吐了一地 但是他當時沒有說話 就趕快把我衣服脫掉 然後把我脫到浴室 沖洗把地就開始洗 整人家 可是你知道那個吐完很臭 很臭啊 第二天 那天他下禮拜回來以後 他的臉 真的很臭 要面帶笑容這樣 臭啊 那種臭 你可以馬上感覺到那種 壓迫的那個力道 殺氣 殺氣很重 那當然我一直跟他道歉 一整個禮拜 一個禮拜整整 他都不理 你們想這怎麼理他啦 真的 你睡得好好的 半夜這樣一起來 把人家擦那些吐的東西 而且我 我從以前就跟他講 我唯一一個要求 就我很討厭味道這種東西 我對味道我就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們家那個洗衣欄 是在門的外面 所以我連去KTV 你知道KTV回家會疊頭 奇怪的味道 你知道那個香水的味道 我連外套什麼 都一定要拖在外面 然後趕快就要去洗頭 你才能 不然你整個枕頭 你怎麼睡覺你知道嗎 我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管他的 因為我說實在 你健不健康也沒有喝酒 其實不干我的事 因為那是你的身體 我覺得你年紀都大 我十幾歲 你應該要搞懂 你自己的身體的勘戰 對不對 你不愛洗你的身體 我一直愛洗你也沒有用 我真心講 所以我就覺得 他自己就要知道他在幹嘛 那你能喝那我就不理他 可是我都已經跟他講好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喝完酒是可以不用回家的 你知道嗎 他是直接去三彎暖 你隔天再回來 我是不會找他的那一種 因為我覺得至少我好好睡一覺 你知道那個半夜 其實我說實在 他門一打開我就醒來了 我只是一把火已經 因為你睡到一半 聞到你討厭的味道 你已經慶恩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你已經有點起來準備 想說不要 不要起來我們又繼續睡 然後他就吐了 你知道我們要換床單 然後你要用漂白水擦地板 你知道你搞完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你還要去洗嗎 對 洗完之後 你知道有些 像內衣褲這種襪子 吐到我已經懶得洗 就把它丟掉 你床單 枕頭套全部都要換 要洗 你知道尤其他吐在床上 你知道那個床墊隔天要拿出去曬 你知道那個味道是隔天 一個禮拜你都是會在的 對 你覺得 是不是應該把它丟出去 是 你覺得他活的 出去 難可誤完 你那幾天在這樣 不會想起 你太氣了 你幾天跟他講話 怎麼講 你跟我講 你只要躺下去 就想到那一天一起來 躺下去那個味道就在那裡 對啊 現在還把你劉恩在那邊當太監 你就應該開心了 真的 怕半夜 吐什麼吐啊 油桶喝就不要吐啊 換進去 那後來怎麼辦 你怎麼解決這件事 怎麼跟他求和的 我朋友 要請我們去吃 真正的大餐 又是牛肉麵 真正的啦 真正的 真正的大餐 不是牛肉麵 有刀叉的 高檔的鐵板燒 那種 不是普通的鐵板燒 那個一個人大概 一個人大概到五千塊錢 喔 那種高檔的鐵板燒 那我就說 朋友要請我們兩個吃飯 為什麼要朋友請 不是你付錢 一個朋友就是 因為那天請我喝酒 害我 讓你們這樣 姑息這樣 其實我是借這個方法 要不然你約他不會去的啦 我約他不會去嘛 對啦 那我的朋友跟我道歉說 把我灌得那麼醉 害我回家 這樣子隨便 也當面跟 嫂子賠罪 多好 那吃大餐啊 因為他是金牛做的 愛吃又愛錢 愛吃美食 所以在吃飯的過程呢 我又拿了一個紅包 唉唷 你那天包了它就對了 做得好 不道歉 不好意思 我那天讓你辛苦了 唉唷 然後呢 這個紅包跟你賠罪 那今天這一餐 我們好好吃一下 唉唷 那紅包超過五萬塊錢 唉唷 那金牛做的有現金 心情就不一樣了 又又好吃 真的耶 然後 吃東西又好吃 好吃 朋友韓孝峰說 唉唷 那其實那一餐 還是我付的帳 帳還是有付的 是你設的局啊 不是故意的對不對 你哪一天是故意的 這件事情不是故意的 太久沒有換了一下 但沒關係 我們今天呢 其實呢 我們的節目非常的貼心 我們有設計了一個 非常好玩的遊戲 因為我相信 我們再怎麼樣 有很多話 當然可能 不太方便當面跟老公說 但其實放在心裡很久了 我們今天就讓你們有這個機會 把你們的話說出來 然後對方 聽不到 真的嗎 你要他叫 你就叫他叫 可以嗎 我都不會說 節目播出 你就叫他不要看就好了 趕快想一下 等一下要講什麼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玩一下這個遊戲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耳機戴好 準備來聽他們最真心的告白 10秒 10秒 來 10秒倒數計時 開始 其實 其實 亮哥我說實在話 其實我是希望你 永遠平安健康 但是希望你開心跟快樂 但是你的開心快樂 不要建築在 傷害身體之上 因為我覺得 可以跟我開心快樂過一輩子 也是我們當初結婚的需求 對 所以我還是會放任他 但是 我希望他不要傷害自己的身體 對 這是我對他最大的 實際 最大的要求 時間到 小亮哥 很感動耶 姜佑姐把你叫到沒有一台好的 換你 真的聽不到嗎 太大聲了吧 我在講話聽不到 姜佑姐其實你身材沒有很好 你很怕你知道嗎 真的聽不到 我看到他講不出來了 那你看著鏡頭講好了 會怕 計時開始 親愛的老婆 拜託你 不要情緒多變化 溫柔一點 客氣一點 我是你老公 我不是你的人事啊 拜託你好不好 幫我當人看可以嗎 小亮哥很真心的在告白耶 超真心的眼睛 為什麼 我快哭了 小亮哥講得對 好感動 我快不相信 好真心喔 真的 難怪他不敢看著你講 他不好意思 他怕他對著你 他講不出那種真心話 真的真的 太可愛了 你這一對 很好很好 換Terry跟美玲 不想面對我們還是回家了好不好 還是我把我的十秒給你 二十秒 來倒數 十秒 開始 其實女生再大 都還是希望有浪漫的一面 你不要那麼務實好嗎 我只求你跟我說一句 Baby I love you 好害怕他要跟我講什麼 不會吧 Derry 不要把自己丟掉之類的話 十秒鐘喔 你不要細細黏黏 我們二十秒 十秒鐘 趁這時間 十秒鐘 好嗨喔 開始 我是一個 不是很浪漫的人 但是我講話很實際 如果下輩子 有緣分在跟你當夫妻的話 我希望你是我老婆 我希望我是 我是你老婆 因為我想要 幫你生小孩 不想讓你們辛苦 剛剛我們有說 其實你剛剛說 你要幫他生小孩 其實我很感動 但他剛剛他的要求 我也很感動 因為那個要求其實我相信 你是 可以做得到的 他只希望你跟他說一聲 I love you 你要不要這時候跟他講 好不好 需要酒精嗎 沒有 因為 其實他雖然傻乎乎的個性 但 我老婆真的很愛我 我記得 在第二胎弟弟還很小的時候 然後我要出外景 早上四五點要起來 那有時候半夜啊 就小朋友 會吵著要喝奶奶 他就跟他 跟哥哥說 哥哥你不要講話太大聲 這樣會吵到爸爸睡覺 因為爸爸隔天出外景很辛苦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我已經醒了 我聽到這一段話 然後我就不敢轉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 他無怨無悔的幫我照顧孩子 讓我隔天就是睡飽 然後可以去出外景 然後他 從來都沒有跟我抱怨過任何帶孩子的辛苦 我從 既然已經要走到第三胎 他從來都沒有要跟我說 東馬是為了你啦 然後為了小朋友很累很辛苦 他一句怨言都沒有 老婆我愛妳 剛剛 是妳完了啦 剛剛這句話是美玲一直想要 妳對她講的一句話 她說的那件事也很簡單 她想要幫妳生個小孩 那要不要現場就來 什麼 在幹嘛 我這樣變驚悚片 你沒在看 好啦我覺得不管是 驚悚片也好紀錄片也罷 不管什麼片你們都是最佳編劇 最棒的製作人 既然你們有緣能夠成為 彼此的夥伴 那我覺得 我們就把它 把這個人生好好的 拍成一部好戲 唱錯劇很賺錢 情色片也不做好戲 為什麼我們自己是老闆 好不好 我們要拍什麼片就拍什麼片 我們開心就好 所以說好了 今天你們可能沒辦法 今天晚上回去 好好給我拍一部A片 可以吧 妳先去我 祝福天底下的每一段婚姻 愛情都能夠天長地久 愛情萬歲 婚姻萬歲 阿姐萬歲 萬歲 本節目由 莊圓堂草地狀元 黃佳一品燕冠名贊助播出